在夢想街有個門牌號媽媽 歡迎來到夢想街57號 台灣的優勢是不是已經不存在了 那麼景氣越來越差 除了我們邁入了老年化的 一個社會之外的話 我們的年輕一代 是不是已經沒有希望了 我們的清貧一族的話 很有可能成為了 下流老人的預備金 到底這一句話應該怎麼說呢 因為最主要 我們的這個低薪的一個結構 另外還有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下一代 也就是我們現在 可能還在就學的 這一些學生的話 他們可能連學費都繳不起 到底怎麼回事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居然台灣的一個總學貸的金額 高達了230億 對 其實說實在看到 這樣的一個數字 我通常是年輕人 可是我是覺得非常非常難過 因為其實你說 我們是貧困世代嗎 現在的年輕人 我們現在看年輕人 除了更多的希望 更多的熱情之外 現在有更多更多的是什麼 他背負的貧窮 背負的學貸 背負的絕望 我記得我那時候念書的時候 那時候大學快畢業的時候 大家想說你今天要做什麼工作 你今天要做什麼工作 都未來很有想法 可是現在的大學生畢業的時候 都問說你薪水有多少 24K 不錯 比22K多一點點 是不是很悲哀 所以你會看到 常態性的低薪 真的是席捲現在的一個學生 在就業的一個市場 很難過的是有1%的上班族 月薪不到30K 等於是說你剛畢業 24K 25K 工作了5年 居然還不到30K 是有這樣的一個情況 悲不悲哀 但更悲哀的是他們背後 居然還有更多的負債 你能想像嗎 他們這些上班族 背後有很多很沉重的學貸 我那時候我在念書的時候 我也有學貸 我大概學貸大概10幾 20萬 我大概花了3 4年時間把它還完 可是對我來講 我薪水如果3萬多塊 我還可以接受 你以前你們班上的話 學貸的人多不多 大概是1 5分之1 大概10幾個左右 有10幾個人有學貸 我記得我那時候念書的時候 好像沒有什麼人 有去辦這個學貸 視聰你那個年代 有沒有很多人在辦 不多 可是你知道嗎 我最近我們在辦公室裡面 我發現說我們有很多的年輕的 新進的員工 很多他們賺的錢裡面的話 都要去償還學貸 所以從小園那個世代裡面 開始的話 學貸的額度的話 其實節節的攀升 比如說我們的話 其實家庭的一個經濟環境的話 是越來越差了 對 其實我剛剛講的那些情況 距離現在大概9年 我畢業到現在9年的時間 變化這麼大 學貸的話 其實在早期2008 2009年的時候 是高峰 那時候人數是最多 一年大概有50萬人左右 現在降到30萬人 大家覺得那很好 景氣變好了對不對 但是更讓人家覺得 悲哀的背後是什麼 降低的背後是因為有更多人 轉去申請中低收入戶的申請 因為你去申請中低收入戶 學雜費可以直接減半 所以大部分人去申請這個東西 才好像學貸 所以不是真正減少了 不是 是大部分人去申請中低收入戶了 所以很悲哀的問題 本來申請學貸的話 就已經為了要減輕家庭的一個負擔 現在轉而去申請了中低收入戶 那麼會直接 在學費裡面 就直接扣除掉了 所以因此學貸的金額就變少了 所以你就看 像現在 像我那時候 可能我欠了10幾 20萬 我大概花三四年 一個月扣三千塊還可以 可是現在的學貸有多 壓力有多重 你知道嗎 他們平均大學念四年的話 大概要四五十萬 我有個朋友就這樣子 四五十萬 他等到開始就業 開始上班之後 他一個月他的薪水裡面 要扣五千塊左右 而且要扣多久 扣十年 二十五歲工作 你要背再背到三十五歲 你才能夠還得完 而且我剛剛講 二十五K到三十K 你就要扣掉5K來付學貸 你養得活你自己嗎 所以很多的年輕人 其實踏入社會的第一天 其實是從負債的人生開始的 因為他們本身 就已經欠銀行非常多的錢 這個是我們貧困的一個世代 你想看看他剛踏入社會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負債了 那麼再往後的五年 甚至多少年的時間 十年的時間 他搞不好都要一直不斷不斷 去償還這個學貸的一個費用 那麼你說他的人生有未來嗎 我們的人生的話很有可能會走向另外一個 日本的一個模式 之前的話日本有一句話非常的有名 叫做下流老人 現在告訴各位 除了下流老人的話 日本的話有將近四千萬人 是處於貧困的一個階級 還有包含了約聘的上班族 以及窮忙族 對 其實在講日本之前 我剛剛還講一些實例 我認識一個朋友在銀行工作 他真正實質看到的情況是什麼樣 外面不是有保全嗎 保全等到快月底的時候 大概剩一兩個月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對付主管來 保險工作主管來說 來幹嘛 讓他們簽名 為什麼 讓他們提前執行 因為他們已經沒有錢生活了 所以要提前付給他五千塊 一萬塊讓他能夠接下來 生活到下一次領薪水 這是保全的部分 那銀行員呢 銀行員剩一個禮拜的時候 他沒有錢 所以很多銀行員是吃土吃配開水 剩下100多塊要活一個禮拜 連銀行行員也這樣 這是真的 所以很多網路上很多人就說 150怎麼活一個禮拜 這個是現在目前正真實實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為什麼說 接下來有可能 不如像日本這麼窮盲族到嚇唬人 因為真的是越來越像了 我們看一下什麼叫做窮盲族 就是你算的錢 做的錢 根本連你一般生活都還不夠 那這樣的人在日本保守 估計有400萬人 那麼NHK就特別針對 這樣的一個親民族 去做一個調查 他們找到這一位叫做小三先生 那透過畫面也可以看到 這位小三先生很可憐 他早上去找這個救濟單位去排隊 就領了這唯一一餐 他吃得乾乾淨淨的有沒有 因為他就只有這一餐而已 看到他的存折沒有 剩下零 他已經沒有錢過生活了 所以說他這時候逼他自己看 隨時都帶著那個履歷表 然後隨時要去找工作 那他吃完飯之後 就馬上去職業介紹所去找工作 然後他打開履歷表 你看看他有沒有 他有24分工作 他一年要換20分工作 不是因為他不想工作 而是因為這些工作 最多只有一天就把它給 七月工 你做一天就叫你走了 那最多只有兩年 所以他是一個約聘工 他只能找到臨時打工的工作 臨時打工的工作 然後他這樣找到 找到工作之後 他要睡哪裡 他連住的地方都沒有錢付 所以等一下畫面你可以看到 他是直接搬路邊去找那些紙箱子 扛到這個比較交通公共的地方去 然後鋪好晚上就在那邊睡覺 這就是他一天的生活 你可以想像嗎 這就是窮王族 日本就這樣的人 居然有400萬人 所以他連這個喝水 都必須要用公用的 這個飲水機來喝水 他現在在路邊喝水這樣子 然後睡覺的地方的話 也睡在路邊嗎 路邊他就已經 他現在找紙箱有沒有 他現在扛到路邊 然後找地方圍起來 就睡在那裡 這樣的一窮樓 日本有400萬人 那你覺得很可憐嗎 其實就算你找到工作 你也不要太高興 我們看另外一個例子 約聘上班族 這是目前最大宗的 日本有1500萬到2000萬人 佔了所有的上班族 三成以上 你能想像嗎 三成以上都是約聘 那早期的那個什麼 終身僱傭制 早就已經崩潰了 那我們舉其中一個例子 叫林木小姐 他目前今天兩份工作 養兩個小孩 而且每天只能睡4個小時 因為他太忙碌了 因為工作沒辦法養活他 所以他只好用這方式養活自己 那人家說 你要增強自己的競爭力 你要去上街直接訓練所 對不起 我根本就沒有時間 我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 我能夠撐到我小孩長大就好了 很悲哀吧 那讓人家最悲哀的是 好 窮盲族 約聘上班族 拼命人在撐 拼命人在生活 生活到最後居然變成什麼 下流老人 你年紀大了 你前面錢根本就不夠 林間養活自己都不夠 那有更多的600萬到700萬的日本老人 逼得自己什麼 只能每天食荒 一天只能賺100塊左右的台幣 讓自己生活 為什麼 他們這些孝老人收入少 存款少 而且可以依賴的人很少 而且日本人你知道 他們很愛面子 他們不太願意去申請補助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覺得很羞羞臉 申請補助很丟臉 我可以講我自己就好 跟台灣是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這樣的孝老老人 越來越多的情況這樣 你能想像嗎 15歲到39歲 所以目前日本的這些窮困一族 居然高達有3900萬人 那再過不了幾年 全部都變成嚇擾人 你能想像 日本是這樣的情況 那台灣的未來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會變成什麼樣的一個情形 日本的狀況跟台灣現在的狀況 也都很像 台灣其實有點走日本的一個後路 那日本的那個 所謂的貧困的一個世代裡面的話 他們學代的一個金額的話 也非常非常的驚人 甚至他們有在分析說 現在的一個學代的金額 他們懷疑說這些學生的話 未來可能沒有辦法償還這些錢 過去的學生借了這個學代的話 他可以還得了這些錢 可是現在低薪的一個結構 再加上過去的一個負債的話 未來的話 很有可能提早變成了一個 這個下流老人的一個狀況 台灣的一個狀況是如此 那麼對岸的一個狀況 中國大陸的一個狀況的話 是不是完全改觀 最近在網路上面 出現了一個應聘的一個應徵人員的 一個這個應召的一個紅單子 那這個紅單子的話 流傳在這個網路上面 他要應徵的是一個 中國大陸浙江的一個寺廟裡面的和尚 居然開出來的一個月薪金額的話 高達了8萬台幣以上 嚇死人 我那天在我的那個 LINE的那個群組看到 然後革命都有在臉書上看到 我都很想立刻去把頭髮剃一剃 可惜我那時候 年輕的時候沒有去念法華經 你看他的待遇多好 他一個月是1萬8千塊人民幣 你算起來台幣大概是在 8萬3千塊左右 而且這個8萬3千是給你的薪水 你的時數是市裡面包的 然後還會有補貼 做滿3年還會調薪 就變2萬4 然後你還有機會接方帳的話 就變成8萬 8萬人民幣的話 算起來快40萬台幣 而且還有年終 而且只有上班的時間 禁止你去做一些出家人 不能做事 下班的時候 他是沒有人去管你的 所以你說上班的時間 不能喝酒 不能吃肉這樣 下班的時間他就不管你了 你就跟一般人一樣這樣 那一天工作時間並不長 很快嗨嗨就過去 所以你真正在做出家 這個時間並不多 然後你只有一個要求 就是要求你要去做各地的分試 你要去做主食 做實習 然後香油你還可以分紅 因為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些人都是靠供養的 供養的就是 你可以弄得越多的香油錢 你的分紅還會越高 像是業績制的那種 業務人員一樣 所以他的前景非常非常好 最後熊熊看到一個 你如果說十七七滿的話 那個方丈還會傳你72絕技 後來看到這個 奇怪 怎麼會那個海法刺 還會有這個72絕技 難道是那個少林替子騙天下 不過後來都證實 就是真正去查 大陸在宗教管制的地方 他都有登記 這個是一個網路把那個 大陸那個待遇 整個調高後的產物 並不是真的 所以這個是假的嗎 這個是假的 後來記者有去求證過 記者去求證 對 然後我們就很失望 原來說本來想說當和尚 就念念經就好了 後來那個記者去實地去查證 他其實是假的 大陸都有官方可以查 不過在中國大陸的話 寺廟裡面的住持 他們是屬於公務人員的集職 所以他們其實配的金額的話 配的待遇的話 其實是比照公務人員的 比如說少林寺的方丈 什麼四永信 他們其實配的可能都是 國家級的一個待遇 部長級的一個待遇 然後有配車 有配房 其實說實在的 待遇也很好 也不差 對 其實你比起來 雖然不像他這個這麼誇張 但是跟台灣很多 像剛才那個小元講的 那些窮忙族比起來 薪資都高很多 所以金剛精還是值得念 對 好 這是我們看到對岸的一個狀況 在網路上面流傳的一個 這個招聘 這個招聘讓大家大開眼睛 原來和尚的話 這個薪水可以高達8萬塊台幣以上 不過相同的一個狀況的話 出現在這個 中國大陸的另外一個場景裡面 這一群人的話 他們並不是要來這個應聘的 他們是忙著要來這個離職的 結果這個離職的人潮排了大大的一排 那這一張圖片最近 今天也在網路上廣為流傳 這家公司是樂視這家公司 員工居然排隊要來離職 對啊 排滿滿的 人聾 幹嘛 真的 不是來應聘 是要離職的 辦理離職 為什麼 樂視體育財源20%到60% 連總編輯都走路 所以1000人啊 大概估計才不到剩下500人 那你看喔 員工當然很緊張啊 而且再過幾個月 年關就到了 馬上就到了 趕快辦理離職 那這一家公司一定出現 什麼關鍵性的利空 利空頻傳才形成這個 裁員離職的情況 股價會說話 11月1號的時候 股價還有44塊 你發現隔天 也就是11月2號那一天 狂跌一根很大很大的 黑棒 有沒有 黑棒 那一天這一位 樂視的賈耀廷 展開那個什麼 樂視第七大的事業體系 互聯網金融 我正式的宣布 正式的亮相 利多對不對 對 利多失靈股票大跌 你有問題了 你這麼大的利多 股價不賞臉 把你大跌 一定存在什麼問題 對不對 但是賈耀廷會講嗎 他當然不會講 好 然後這11月到15號的時候 股票還在跌 傳來一個消息 他去讀那個 NBA 對 長江商學院 那邊都金光閃閃 那都大傢伙 去讀那個書的 他說他的同學情意相挺 十幾個企業 聯合起來 同學提拨了3億美金 就將近台幣100億 來援助樂視 大家想說 這應該也是利多吧 跌啊 一樣還是照跌啊 對 趕快嚇著那十幾個 那個同學 那個企業趕快 趕快出來澄清 沒有沒有 不是我們公司要去投樂視 投資樂視 那是老闆個人的資金 因為你不能講說我要投 到時候他跌的話 你連你都跌 公司連公司也投 對啊 也慘了 一串粽子逮都啊 對不對 所以股票一路跌 你看光從11月2號 那個互聯網金融宣佈成立 這樣一路跌下 光這一段時間就跌掉19% 市值也蒸花了差不多台幣 將近8000億 你光從這個走勢來看 一定有很大的問題 好 再過來 他曾經輝煌過啊 他曾經170幾塊的股價 為什麼會這樣崩跌 有人說 有一個神秘的人物出現了 大陸前辦公廳的主任令計畫 令計畫後來不是違法嗎 對 時間點是2014年的12月 注意這個時間點喔 好 令計畫就扯到了熱市 為什麼 令計畫有一個地理叫令完成 有人說他是熱市的第三大股東 所以熱市為什麼可以呼風喚雨 為什麼可以順利的股票化牌 有人有貴人相助 但是令計畫一被查了以後 波及了他地理令完成 有人就說令完成 利用你看2015年5月 這個就發生這個事情 之後股票拉高的時候 可能跑掉了 對 大股票跑掉以後 後面的事情就一堆了 後來令完成就逃到美國 現在也不是這個去向 所以這背後有神秘的人物 可能高檔跑貨了以後 賈耀廷又一大堆的利空而來 無法掩飾了 那股價就呈現了崩盤 好 這個熱市的話 從高點的一個市值的話 將近1200億的人民幣 縮水到現在的市值 將近大約只剩下了700億的人民幣 直接蒸發掉大約是6成左右 這家公司非常的重要 目前碰到一個熱市危機 會不會演變成 中國大陸的一個新創產業 或者是目前產業鏈裡面的 一個崩潰的現象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最主要 熱市這家公司 是全中國第一家 在2010年上市的影音平台 的一家公司 那他其實後來 茁壯的一個程度的話 讓大家沒有辦法想像 剛剛蔡總有特別提到 他在這個新輪的一個計畫裡面的話 已經跨足到網路金融平台裡面去了 所以他的規模其實是越來越大 但是網路金融平台 這樣子的一個好消息 並沒有讓熱市的股價止跌回升 反而是一路的一個重挫 光是這一個月以來的話 他就已經將近重挫了20%左右 我們來看一下這家公司的話 到底多可怕 現在中國大陸都在雲端上面造震 那個雲 太空雲的話 你把它打開來看的話 全部都是另外一個世界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熱市的一個生態鏈 那個世界的話到底有多龐大 以前光開始的時候 就只是說 我們看看影片 搞不好還是山寨的影片 盜版的影片 但是沒有想到 他現在已經要跨足到金融業 甚至要跨足到其他的產業裡面 對 所以說其實剛剛賈藥廷 熱市被稱作 大陸被稱作 你知道跨界狂人 因為他跨的東西 實在跨得太誇張了 我們今天講小米 小米也是打自己的生態圈 他頂多賣電鍋 賣平衡車 大家就覺得很誇張 他不是賣手機嗎 我們來看一下 熱市跨得更誇張 他包括內容 平台 應用跟終端 什麼意思 熱市的應用市場 他有自己做軟件 APP軟體 所以你在上這個手機的話 你可以買到熱市的APP 還有自己的應用市場的平台 另外他也有自己拍電影 他還開影城 所以還有 還投資電影熱市網 另外大家更熟悉了 熱市的超級電視 他還賣電視 他電視的時候 那時候賣的時候 他號稱說 我賣得太好了 我還要漲價 有沒有看到人家熱市賣 有沒有看到電視賣 他那時候賣那個熱市的時候 他怎麼賣 就是你買電視的時候 他送你那個熱市網 熱市網的內容 熱市網裡面的內容 然後他最近的話 他其實還買下了美國的Visio 對 他6月份交易的Visio 對 所以他一直買 他其實已經跨足到國際裡面去了 他也去併購了Visio的公司 對 所以他超級電視 那時候還贊助了中國好聲音 也看得到他 另外 熱市體育 你說Visio 他連NBA 接下來那些足球賽事 他全部都贊助 打造他的一個體育王國 熱市雲端 你在這個我們剛剛講的那一片 雲端的那個大造陣裡面 他絕對是非常非常重要 一堆東西 包括影劇 包括運動 包括這些VOD等等的一些雲端 全部都在裡面 他其實是打造的是那個所謂的 客廳的一個大革命 就我侵入了你家的這個電視的話 其實我連接出來的 其實就是我的熱市的整個雲端 就是你家 我們聽到一個所有的市場裡面 你不管買什麼用品 全部都是我熱市的就對了 那這雲端之外 最特別是什麼 他還賣紅酒 還有網酒網 熱市的樂酒網 你剛剛前面講那個 我有辦法去聯想 可是賣到這邊有沒有有點怪 我用APP買酒 你們怎麼這樣 所以APP可以買酒對不對 然後APP可以去控制 我酒的一個數量 還有什麼 熱市智能超級爛爭 我在大陸的時候 我就親眼看過 好炫 真的好炫 怎麼個炫法 它外型很炫對不對 它指紋辨識解鎖 我那邊按一下 它就解鎖 然後APP可以知道 你的車子在哪裡 然後外觀非常酷 而且你騎的時候還可以發電 所以說非常酷炫 這時候我會想要買 他說店面說 不好意思 我只有一台 所以你要買你也沒辦法買 那這一台多少錢 那要賣到多少錢 兩萬多塊台幣 所以他就用概念性的一個展示 那現在最熱的當然什麼 VIA虛擬實境 他當然也要搶熱一腳 不過這些都是一個一個夢 對不對 但最大的夢是什麼 熱市汽車 超級汽車真的是 為什麼要做汽車你知道 汽車有上萬個零件 然後你要經過千百萬次的一個試駕 你才可以測速出這一台車 那這台車的話 當初他也造了非常大的夢 他第一個 他跟法拉第合作 法拉第你知道嗎 他造了一台千匹馬力的電動車 大家就充滿希望說 那你要做智能的電動車嗎 另外他還跟誰合作 阿斯坦馬丁 他也結盟了 所以你就覺得夢好大 另外他直接說他單挑法拉利 所以你能看到 這台熱市汽車 當初在舊金山湖 他還找了大批的記者一起去 我們的記者也有一起過去 過去的時候 大批的媒體在現場 就看他這台車 他直接用聲控的方式 把車子給叫出來 雖然說過程 突然出現了一些障礙 就是拖了很久 車子才沒來 而且叫出來的時候還卡一卡 你知道嗎 所以大家想說奇怪 這熱市汽車真的是超級汽車嗎 不過他一推出來 他已經募資 成功第一輪募資了10億美金 接下來他整個7年之內 他募資79億美金 這個夢夠大吧 只要這個夢能成功 這一些都真的算小夢了 你可以看得到 熱市的話其實在過程當中的話 不斷不斷的端出利多的一個題材 然後不斷的一個 進行一個革命 可是這樣子的一個革命的話 現在在市場上面 他是不賞臉的 不賞臉的原因到底在哪邊 包含剛剛這個小雲有特別提到 有關於熱市要去 進軍汽車的一個市場裡面 甚至要進軍的是 未來車的一個概念車裡面 但是在這邊的話 居然好像踢到了鐵板 甚至連美國的財政官員 都跳出來講說 熱市在投資汽車上面 根本就是龐氏騙局 沒錯 這個賈耀廷自己也講 他這幾天承認說 其實手機跟這個汽車 可能是脫口 他整個資金鏈 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因為賈耀廷 他對汽車非常有憧憬 因為你總是要 我覺得 這個熱市一直都在做一個夢 其實這幾年最大的夢是什麼 就是汽車業 尤其是像特斯拉這種汽車 特斯拉他也一年沒賣多少台 但是他市值那麼高 這個好像就很符合 熱市想要操作的一個方法 所以其實熱市他一開始 我們知道有一家公司叫法拉第 法拉第就被傳染 他在2014年成立的時候 傳染背後的資金就是賈耀廷 賈耀廷成立這家公司 特斯拉跟法拉第兩個 都是很有名的電學 他就是取這個名字的時候 就是要跟特斯拉較勁的這個意味 他一開始就 他那時候剛成立的時候 還跟美國內華達州政府說 州政府我要投資106億元 在你們這邊蓋一個工廠 你們政府有什麼支持給我 結果內華達州就說 如果你真的來這邊蓋工廠 你可以創造4500個工作機會的話 我給你2億元的補助款 所以就這樣 在這個地方 就要開始準備蓋這個廠 結果好 開始蓋... 結果沒想到 最近美國就開始 10月21號 美國的汽車網站就報導 說他當初的確是有在這邊破土 但是目前他在內華達州的工廠 好像進度一直延遲 而且他蓋好的部分 他還拖欠這個供應商 好幾百萬美元的借款 就是蓋了 你沒有給人家工程款 好像都完全延遲掉了 工廠都還沒有蓋 剛剛小元不是講說 他們在發表會裡面 車子都開出來了嗎 其實他們其實當初的發表會的時候 一開始是要先這個 原本大家都預期說 賈耀廷要自己親自把這台車開出來 結果沒想到 賈耀廷在會場上就說 因為我們這台車 原本的那台車 前幾天 因為出車禍的關係被撞爛了 所以他們在會場上 是弄另外一台 弄另外一台 樂視Pro的這個車子 那台車子跟他們要公布的電動車 是不太一樣 完全不一樣的 那台車是怎樣 那台車是之前 因為他們現在有在拍Transformant 5 也就是說這個 變形金剛5 他把這台車借給變形金剛5 他們在用 所以他臨時把這個車子借回來 調回來放在這個會場上面 所以其實他這台會場 連跑都沒有跑 他連跑 所以那個車子只是樣品車嗎 他等於是說模型車 但是他能不能動 大家也不知道 那現場的記者不就傻眼了嗎 但是樂視的車有沒有跑過 有 他其實在今年6月的時候 他有在中國大陸跑過一次 但是前前後後他跑多少 他跑50公尺 就在武科松的體育館裡面跑 跑50公尺之後 那就停住 然後就再也沒有看過他跑過了 所以大家就覺得 那你這個樂視的這個車子 因為樂視的車子 號稱跟法拉第合作 你看法拉第目前在美國工廠 也是延續住 你樂視的車子好像也跑不動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難道這是一個龐氏騙局嗎 因為他那一次這樣公布之後 大家都覺得說有一點 原本大家都對樂視是滿看好 但是那一天他這個車子出trouble之後 有些人開始逐漸說 這會不會真的是騙局一場 結果到11月2號的時候 在中國大陸的微博上面 有一個帳號 他就公布一件事情 他說傳言樂視欠債 欠供應商100多億 已經被拒絕供貸 供貨 股價破盤已經跌32% 也就是因為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整個樂視股價開始暴跌 然後整個供應鏈緊張的氣勢 感染到整個市場的氣氛 所以樂視就從此一去不復返 好 這個是不是過度膨脹 過度擴張的一個原因 造成他們的一個 經營上面的一個危機 那麼汽車產業的話 其實大家都知道 它其實是高資本的一個 很燒錢 對 非常燒錢的一個行業 它如果真的要去蓋工廠 然後生產汽車的話 數百億應該跑不掉 但是到底樂視有沒有這樣子 一個資金 不過它在今年其實 陸陸續續併購很多的公司 包含了庫派這家手機公司 它其實也去入股 但是沒有想到 這一次的樂視危機的話 也直接影響到庫派的一個股價 好 除了庫派之外的話 再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最燒錢的 還有這個 它的媒體事業 照道理講的話 它媒體事業的話 應該算是它的一個根基 所以它其實 不要看媒體事業 基本上你現在看到很多媒體事業 基本上都是賠錢的 包含了Netflix 美國的影音公司的話 也是賠錢的 另外愛奇藝也在燒錢 還有一個就是樂視 樂視光是在體育贊助上面的話 也花了不少錢 是 沒錯 我們知道說事實上 中國大陸現在很流行 所謂節目的冠名權對不對 我們知道這是樂視 在它冠名的一個節目 叫做蒙面歌王 前一陣子在大陸非常火紅的節目 我們看到它怎麼介入 你看他們在宣布冠軍的時候 你看它手上拿的是什麼 就是樂視最新的手機 MAX的手機 整個節目上面都是樂視 你看樂視超級手機 全部都有樂視樂視的節目 你看它其實就這樣 用這樣冠名進去這個節目 這個也要花好幾千萬人民幣 在贊助這個 但是對它效應到底多大 沒有人知道 除了這個樂視它在冠名之外 它還有一個叫樂視體育 樂視體育它就是要提供 它就給人家了 但是慶雪你知道嗎 它瘋狂的在各地 就搶這個所謂波音權 我舉幾個例子 你看這個是 香港人很喜歡看英超 就是英超 那你知道 英超原本在香港 是鬧體育在播的 結果你知道 他們在進來的時候 搶的時候 鬧體育就說我不跟你玩了 為什麼 因為它出的價錢是鬧體育 原來的價錢的四倍 鬧體育說我憑什麼跟你玩 好 這個英超就讓給你 結果還不只這樣 他還去香港 又搶下了NBA的球技 搶下來之後 也是用了4億美金 他都這樣用人家的四 五倍 很多明眼看到眼裡就說 你這一定會死 為什麼 因為香港現在最做這種 因為他們這個叫收費的平台 他說做收費平台 做最好是無限 香港無限 因為無限本來就是大電視台 他說香港無限再怎麼做 做到一年最多就是15萬戶 但是你知道 他這樣子大規模的進去搶購 你知道要花多少錢嗎 你至少在香港要有30萬個訂戶 而且30萬個訂戶的話 你一年要收600美金 600美金 你乘下來要收1萬8 這有可能嗎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大家都知道你這個一定是 一定賠錢 那結果你知道 人家這樣子攻擊他之後 他還沒有罷手 他後來又搶什麼 中超聯賽 亞族聯賽 他就是說 反正我所有內容 都全部都要在我的手裡 你就一定要買我的這個 買我的這個播映的這個平台 或是我的內容就對了 但是沒想到 香港人還是不買單 所以 現在他資金鏈出問題之後 當初他飆下來的 包括說英超 包括NBA 包括這些中超聯賽 還有亞族聯賽 未來香港到底看得到 這都變成一個問題了 好 這裡面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個樂視的老闆賈耀廷 他的雄心壯志 那媒體業在燒錢的一個情況之下的話 他其實到底是什麼樣的一個背景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話 非常多的一個新創產業的話 他們其實結盟結派的方式 在經營的 譬如說有馬雲 這個阿里巴巴的一個大集團 裡面的話 這馬雲可能還轉投資哪裡哪裡 可是你看到樂視的話 基本上沒有看到什麼大咖的 除了這個賈耀廷之外 你根本看不到任何的 其他的相關的產業 也給予他任何的一個援助 可是他在這過程當中的話 他不斷不斷的找到了金主 他到底有何方的 他到底是何方的神社 而且他有什麼樣的一個能耐 我告訴各位 他非常的年輕 他跟我的年紀差不多 他就只有43歲而已 然後他過去的話 更厲害的地方 他其實是從地方的一個小小的官員 變成了全中國大陸第一家 上市的一家這個影音媒體公司的 老闆 有夠厲害的 對 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這個出生的背景 他學什麼 他不是大學畢業 他是稅務專科學校畢業 所以他原來在這個 稅務專科學校裡面 出來了以後 他做了一件事情 跟網路有關 叫網路技術管理員 所以也沒有做官好不好 就是個網路技術管理員而已 好 那因為這個呢 他就抓到了一個關鍵值 他認識了通訊這個行業 所以他就從通訊這個行業起家 可是在做通訊之前 他做過很多行業 他做過印刷 賣過鋼材 開過雙語學校 你知道他還開過什麼 素食店 那個素食店叫什麼 叫麥肯基 你看他每一家公司 都跟這個西方的公司很像 叫麥肯基就是 麥當勞跟肯德基夾在一起 就是他的 然後他開了一家這個通訊公司 這家通訊公司 就是他後來轉成樂事的 這家公司開 名字叫什麼 叫西貝爾 美國有個貝爾實驗室對不對 對 他叫西貝爾 為什麼 他是3C人 叫西貝爾公司 好 那這個西貝爾公司就厲害了 2002年在3C創 03年就跑到北京來了 他就把老婆小孩就帶來北京 那因為不亂的創業過程裡面 他累積了一些錢 那因為做通訊賺到第一桶金 因為他比人家都很快的看到了 無線網路手機的這一塊的運用 他03年跑到北京來以後 你就不知道他在北京到底找到了 也許在那個時間點 就認識了令計畫這一號人物 可是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為什麼我們覺得他的後面 有一些官員在幫他撐腰 就是在2010年的時候 他居然拿到了申俊市政府給他 批准他IPO的這個財務的報告 這個就像我們台灣有沒有 我們之前有所謂的科技股 你要科技股要上市 然後你的財報不好看 但是我政府要幫你背書保證 說你的公司技術很好 他拿到了 所以從2010年拿到這個 股票的這個IPO以後 不得了 10年 111年 12年 他每一年營收成長都是60%到100% 就這樣一路成長 到了12年 這個一直上去以後 你就看到他不斷的詬病 詬病 詬病 就是各式各樣的夢想就出來 結果我就看到大陸有個網站 就說對不起 剛才我們不是講說他要坐車子嗎 他說那個特斯拉也是坐車子 那為什麼他不能坐車子 結果那個網站就批評他說 他說人家是有科技底的 他說他只有一個底 叫PPT PPT底 就是他不斷的做PPT的簡報 告訴大家說我的夢想有多段 他就是很會做業務 就是口才一流 所以很會說故事 很會說故事 他能夠編出一個美夢出來 對 他不斷的編美夢 然後我們來給大家看一下 他的營收 這個是他的營收 你看一下這幾年他的營收的狀況 都是跳著 到15年都不得了的營收 好 這下面是獲利 這個獲利更可觀 這個漂亮的曲線這樣上來 所以把他的股價一路推 推到我們剛剛講 最高市值1200億人民幣 1200億什麼概念 華夏銀行五兩億的市值都沒他大 做到這麼大 對 這一家網路影音平台的 市值可以做到這麼大 那你在中國就很多人 就開始非議他說 你這個東西在搞什麼 於是就有人去仔細拆解他的財報 結果看了個半天就發現 2015年他獲利那麼好對不對 結果裡面他獲利全部加起來 大概5億人民幣的這個獲利 就可以搞成有50億人民幣的價值 才有那個股價 不然你那個股價 就是說你用股價倒推回來 他應該有50億 他就讓他只賺5億 結果你知道他利息費用 付了多少嗎 3億5 就是你做5億的獲利 裡面你的利息就付了3億5 就不斷的在借錢 借錢 所以這個你看得出來就是 他最厲害的 為什麼可以一直有夢想 就是做PPT 做夢 夢想完了以後 就是有找到金主 可以給他融資 包括他長江商學院的這些同學 大家都覺得 你講的這個網路 有網路再加上數位的影音 再加上內容 然後這家公司最大資產叫什麼 叫無形資產 各位 資產是看不到形的 無形資產是他的最厲害的資產 這個無形資產都哪裡什麼 片 影片 然後就講他的影片 於是連張藝謀都幫他拍電影 都是大咖的 大咖的找來 就像剛才四聰講的 我也不斷的砸錢 弄節目這些全部都燒錢 這些錢全部砸下來的時候 你根本產生不了這些營收 你產生不了這些真實的營收 到最後你的獲利的數字 跟你的股價根本不成比例 最後就是垮掉 好 這一個講要題的話 除了剛剛阿忠哥講到 張藝謀幫他拍片 大家知道他後來還買了一家公司 這家公司非常的有名 叫做花兒影業 花兒影業他最主要拍了哪一部片子 你知道嗎 大家耳熟能詳的真環賺 他後來也這個 這個樂視也把這個真環賺 這一家公司 把他直接買下來 他所以他不斷的詬病... 可是當他財務出現危機的時候 他很有可能一夕之間崩潰 中國大陸的產業 是不是在重新大洗牌這個動作 但是台灣的產業 是不是已經被洗出了大陸的市場 昨天在這個台商裡面的話 我們的紡織業的股王 這個如虹正式退出了 中國大陸的一個市場 他關掉了中國大陸的唯一一座工廠 這個在80年代 電子業還沒有串起之前 其實是台灣的天下是紡織業 紡織業因為工資上漲 還有成本過高這個情形之下 在那時候開放西徑的時候 他就往西徑這個地方去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紡織股的股王 這一年大概營業額大概200億左右 這是一個很高的一個營業額 他在這個撤中這個因素的情況之下 現在發生 一樣遇到的是什麼 遭工不易 成本上漲 流動率上高 然後這個工廠 他這三年已經虧了500萬的美金 在這邊 其實說實在的 就是我們的紡織業 在大陸開始頒布勞動合同法 不斷的把這個勞工權益往上拉的那個時刻 已經開始在往南向布局了 那所以說這個紡織業就往這個南向這個地方去 那如宏呢 今年是關掉他們在中國的最後一個廠 又知你這個紡織他把它關掉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有趣的這個情形 你可以看到 他在成衣的地方是佔了65 然後織布的地方是佔了他35的這個營收 那他主要是供應哪些的這個廠商 像這個Nike Under Armour 然後他的通路是放進像Costco這些的這個通路 那我們來看一個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你記不記得Michael Jordan在第一次退休的時候 造成美國股市下跌 對 那為什麼呢 因為像他的這個主要的這個供應的這個客戶 像Nike這些 其實紡織業 比如說我這個布 變成衣服的時候 它的售價大概是 這塊布要去乘以8到10左右 那為什麼會成一個這麼大的數字呢 因為說實在你看 就像剛剛講 神他如果離開了這個籃球界 那整個股市就下降 這個Nike在這個Jordan系列 他的這個銷售就下滑 所以這個衣服本身的這個銷售 是靠著說這一些的宣傳 這個廣告還有代言人等等 去帶動他的這個速度 那近年來因為這個低價乘以的這個出現 那成本就變成是一件很重的事 你其實看這個各國的紡織勞動成本 你用這個每小時 是美元的這個單位來算 台灣是10.61 跟韓國這個10.22差不多 中國大陸目前已經拉到2.65這個地方 可是就像剛剛講 今年譬如說Copy Point退休 Duncan退休 這是Nike的這個球星 退休之後呢 他這個銷售如果沒有辦法拉起來的時候 成本就變成一個很重的事情 你可以看到越南他們為什麼會搬過去呢 因為越南目前的這個生產成本只有0.74 只有台灣的大概十分之一左右 那這個地方呢是一個最大的關鍵 因為剛剛講的紡織業它是靠前面的球星 還有一些這個東西做帶動 再加上說 因為我其實我做尺碼的時候 是各種尺碼都做 那不見得每個尺碼都可以賣的光賣的掉 所以它這個尺碼的鋪貨量 然後會造成它的庫存或什麼的 所以這個生產成本這個區塊 對紡織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好 紡織業的話 是這個勞力密集性的一個產業 所以這個人事上面的一個成本的話 勞工的一個成本 然後佔了他們成本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給各位看一下 除了現在他們的一個紡織業的一個勞工成本的話 中國大陸是2.65美元之外 另外中國大陸45%的公司的話 明年還要再將加薪6到10% 也就是說對於這個紡織業來講 是大大不利 所以有很多的勞力密集性的一個產業的話 現在都往南向去發展 除了我們看到的這個如虹之外的話 在這個去年的話 甚至有保存 那麼他們都加深了這個南向的一個 投資的一個計畫 現在很多的台商的話 在中國大陸所面臨的一個問題的話 除了投資無法回收之外的話 很有可能被坑了 到底為什麼會被坑 我們今天有這個台商出來指控 這個上海的台北風情館 居然坑殺他們5.37億台幣 對 這個是今天最新的一個消息 你看台北市議員印曉威 代表接受了這一些 疑似被坑殺的這些受害人 召開了一個記者會 那這個事情是這樣子 我們看一下這個人 這個人是大陸的央企 上海保利集團 這大公司 台幹 台灣人 吳有華 當時還講說 這個台灣的品牌 響叮噹 我現在在上海加定 加定那個地方 大概就上海的一個互都心 這個地方我們來弄一個你看 台北風情街 四萬坪 地下兩層 地上五層 裡面全部是台灣的這些 特色的這個品牌 小吃 餐飲 他說 大陸人對我們台灣很好奇 所以這個好奇 是一個很大的商機 這個地方幫你們打造了 台灣品牌最後一里路 來搶佔大陸的商機 講起來真的天花亂墜 所以很多的廠商 你看這個是2016年的7月 都還在開幾個月前而已 隆重的這個開幕 120家台灣的業者 進駐這個台灣風情街 而且這個吳有華保證 每天2000人的人流 川流不息 一年的營業額出過 1160億的人民幣 那個餅畫那麼大 大家都說錢不好奇 把他撞進去 撞進去 發現不對 在那個裝修的時候 還要怎麼樣 那個廠商 要吳有華他們子弟 比試駕貴五倍 還有有的廠商說 我裡面買那個什麼古董藝石的 還被他們這個物業管理的公司 把它偷走 偷走我要去調那個錄影帶 說不給 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所有的台商的話 跑到那邊去以後 結果沒有想到 你還要坑殺我們的這一些 什麼裝潢費 還有裡面的一個貨物費的話 他全部都要坑殺 但是最重要的是 現在目前這個所謂的 台北風景觀 還碰到了一個 非常嚴重的一個問題 到底發生什麼樣的問題 休息一下廣告之後 再馬上告訴你 歡迎回到夢想街57號 過去你只要在這個 中國大陸的話 只要打上台灣 或者是台北兩個字的話 它絕對有一定的一個吸引力 甚至你到那個五級城市 六級城市 只要打上這兩個字的話 確實能夠吸引一些這個 客人 消費者 可是現在不一樣 對 所以這張照片 說明一個事情 台灣的品牌賣不動了 這張照片你看 全部就是台灣風情街裡面 台灣特色小吃的這個品牌 這邊問題是 這是上個月 然後是在12點午餐 這是應該是要人很滿 大家來吃飯 你看這裡只有多少 一個人客 一個人而已 去那裡空空 說好的不是每天的 這個是中午12點吃飯時間 每天2000人 哪來2000人 但是也凸顯台灣的品牌 是不是沒有辦法吸引住 大陸的消費者 好 台灣的一個品牌的話 現在是不是已經 已經節節敗退 已經沒有辦法吸引了 這個中國大陸的一個消費大眾 那這原因到底是出在哪邊 我們現在看到很多的 台灣知名的一個品牌的話 紛紛退出了一個 中國大陸的一個市場 甚至很多的公司的話 是直接關店的 歇業的 對 商業收看做了這樣的一個報導 就是台灣的品牌 這個大撤退 你看一下阿基斯的餐廳 一度要開冷凍食品廠 去年收掉 好 那這裡面還有什麼 一大銅裝 1300個店收掉 好 今年就宣告解散 所以你看到一大堆 像東京卓裔 在台灣也很有名 那時候也是說 積極進軍大陸 一年可以賺5億 結果2015年 也是把中國的都收掉 永慶房屋也一樣 永慶房屋的話生耕十年 後來2015年的話 是全面推出了 中國大陸的市場 還有這個胖達人 胖達人 胖達人台灣也收掉 錢櫃 錢櫃才可怕 錢櫃的話 最高峰的時候有17家店 現在只剩下 現在今年 最後三家店 全部都把它關掉 全部都關掉 全面都退出了 另外還有關店的 關店的 這個是要大幅度的採檢 他們的營業據點 第一個就是達弗尼 達弗尼收掉兩層的店面 然後我們再看一個 克里斯汀 這個也是非常有名的 三年關了300個店 你知道嗎 我們節目在五年前做的時候 還特別介紹了這一家店 多厲害 多厲害 那個麵包店對不對 對 結果現在一樣 現在已經關掉了 三年關了300家 然後還有誰 立英房 立英房 關了一層的店 1000家 關了100家的店 你就知道說 這裡面還有一個 今年11月 我們收購在週年慶 上海的收購 太平洋百貨 關了 淮海路的那家 剛好關店 這家以前是 上海的民流貴婦 一定要去消費的地方 沒錯 居然現在已經關掉了 那為什麼關 他們講的 上海的消費者 告訴我們的記者 他講說 拜託 你們五年 裡面的品牌都沒換 所以你知道 老是拿一些老品牌 來跟我們這些 90後的年輕人來對話 怎麼可以講 所以台商是沒有辦法 跟上中國大陸 進步的一個腳步 沒錯 他們很多人講說 台灣都拿一些舊產品 去賣那個創新的市場 可是這一家是有創新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有人是大財源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中最有名是誰 法蘭茨 法蘭茨是台灣的 國寶級的公司 以前送給胡錦濤嘛 他們很多人講說 台灣都拿一些舊產品 去賣那個創新的市場 可是這一家是有創新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有人是大財源 那我們來看一下 其中最有名是誰 法蘭茨 法蘭茨是台灣的 國寶級的公司 你看我們的政府部門 對 我們幾乎我們的企業也好 政府也好 要送外國有人 一定拿法蘭茨的商品出來 而且法蘭茨過去 也做得非常好 08年金融海嘯的時候 他完全沒事 他業績還成長 那為什麼成長 靠的就是中國市場 因為他08年09年 業績都大幅成長 所以那時候 法蘭茨的老闆做了一件事情 他就去擴張 擴張 從一條生產線 擴到三個生產線 結果一個禁設力 習近平上來以後的禁設令 他本來想說禁設令幹我什麼事 我送的東西叫藝術品 結果沒想到 原來中國的高官都買藝術品 再互相送來送去 結果一個禁設令打下去以後 業績狂掉 所以他一個月賠1000萬 一年賠1億 好 那這樣一路賠下去了 實在撐不住 今年8月才掉了25%的人 所以這件事情讓他自己 接受我們訪問的時候 說他的懺悔路 所以他說他過去 他為什麼那麼信心滿滿 因為他想 我進軍俄羅斯 我把俄羅斯都打下來了 俄國也是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怕什麼 我一定可以給他搞定 結果沒想到 還是錯過了形式 他沒有想到整個禁設令 居然對他的產品 是不是 其實那個禁設令的話 影響最大的就是 過去他們其實 可能是拿工費去買的 包價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